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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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推荐些何股 我建議大家後面提供 防守性相關 比較強的股份 例如這些 這幾隻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調整壓力 因為很多利好因素 都已經出現了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這些利好因素落實的時候 就是股格回吐出現的時候 但是你看回中長線來說 你中原項其實都是一個 相對上穩定的股份 其實有幾個因素 我覺得是可以看好 第一個就是你本身的業務穩健 還有外外的相關性很低 因為其實都是做內地的業務 第二個就是 支援謀向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在市場上 比較危險情緒高的時候 資金很大機會 會流入一些 危險相關的公用股份 第三點就是 它本身也會有 回購相關利好的因素 第二點就是 它的息率 就一定是很不錯的 防守性 現在其實都是5.9 6微的這個水平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 保留一些穩健的股份 我覺得其實你中原項 可以留意 但在買物策略方面 我覺得是建議 可以不妨就等它 回調多一點 它大概去到50 佔2元 這個水平 就是你從年初升到上去 調整幅度大概去到一半 或者六成多 那些水平 我就會覺得是一個比較 三成多 如果你調整幅度去到一半 我覺得其實可以考慮 入手的一個留意的地方 就大概是哪個水平呢 就是50 去到52元 這個位置 就可以慢慢去分住 收價 如果你去到這個水平 當然那些息率 又相對上吸引 那長線 坐下去的防守性 我就會覺得是更加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 在市況來說 可以去一些穩健的股份 可以比較耐性一點 去找一些防守高的股份 以及息率高一點的股份 那個勝出就會比較高一點